继续我们要带您看另外一种生活方式 好像是非常自由跟刚才完全相反 因为这是一个中年男子 他选择了冒险自由的人生 52岁的徐海鹏是这艘仿骨船 郑河一号的船长 他的梦想是寻找600多年前 郑河下西洋的海上丝绸之路 走一趟 探险旅程 虽然当年中国人的航海能力 领先西方人将近一世纪 不过如今徐海鹏要成就这个远大梦想 要募款说服别人 一开始却频频触礁 几乎要用搭便船的方式下西洋 说心他凭借满腔热血跟完整企划 感动了质量的工程序 让他得以用将近2000万的赞助金打造出类似正合舰队当中 对位最小的小巴鲁木船 耗费五年看过大陆沿海至少二十个 东南亚十个以上的造船厂 适合依据专业技术 造假跟工人的语言沟通等各项评估 选定在海南岛建造 还请出技术即将失传的老师傅 一针一线缝制古董级的中国坟 我们在里面找到 找了八个老人家 大概年纪最大的是八十几千 有五位先生 三位小姐 那五位先生都是当地退休的女小姐老大 然后三位小姐是其中三位的配偶就对了 那么他们八个人家起来大概超过六百岁 那他们大概也都已经三十年以上不做饭了 他的儿子跟孙子都不会做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在做饭的时候就特别感觉到 这个有诚实到文化遗产的问题 所以我们做技术就做得蛮多 拍下珍贵的纪录片 因为就怕老人家凋零之后 还能有所依据 可以根据画面学着制作 这几条绳子呢 是从每一根竹竿有没有 每一根竹竿牵下来 所以呢我要动整面帆就很容易 中国帆的最好处就是 只要有这个东西 然后你手在手上 你一个人这样大小的团 这样大小的团 大概一个人就空一点 所以这个是 也是童话遗产吧 非常特别 回顾十二年前 在人生四尺而不惑的时候 徐海鹏决定辞掉稳定的工作 投入许多人眼中 不务正业的冒险领域 其实我们的老祖宗的学业里面 很早很早以前就有 不止有判写的基因 也有这个海的基因 那现在台湾 我们是这个东西海 主场优势应该是在海的 所以我们应该要 励力地去亲近海 这个拥抱海 跟吃争在海上上 好不容易传造好了 徐海鹏专程到对岸 去招兵买马 在北京召开记者会 当时带长马 到福州 然后带比 然后就进入东南亚 比如说 三国 马力亚海峡 比如印度亚 回顾当年为了圆梦 徐海鹏并没有十足的把握 全靠着坚持 才走到现在 我四十岁那个时候 其实我一个人都没有商量 包括我的父母亲 跟兄弟姐妹 还有我的好朋友都没有 那因为我知道商量 没有一个人会同意 我会理解 内行天然交证后 最后理想 赞成现实 只是这个决定 却让家人 担心受怕 因为包海也做得很好 做处长 什么到台南去 到基隆去 做得很好 结果他 他有一天 晚上回来 告诉我说 我已经辞职了 他 我就想一跳 我工作得好好的 你干嘛要辞职 他就跟我讲 他要做这件事情 那我再进来 已经这样子了 我再讲也没有用了 虽然嘴里不说 但徐妈妈心里认为 真的没有必要 我那个时候 也不是很赞成 对 他爸爸是坚决反对 对 因为太危险了嘛 太危险 而且也比较浪费青春 对 把自己的时间都浪费掉 我现在的心里是 就在他年纪也不小了 什么都没有 你看 也没有家 也没有什么 只有一个老娘 老娘最重要了 老娘不重要 老娘最重要了 有自己的家才好 父母的担心可以理解 但兄弟姐妹都知道 这个老四 常年跟大自然相处后 学到的乐观进取 冒险泛滥的精神 是终身的保障 他有一件事情 让我最感动的就是 他有一句话 他说 就是大家都会有梦想 每个人一到老都要说 我有梦想 可他不是这样说的 他是说 你每天都要做一件 更靠近你的梦想的事情 40岁时续海棚在笔记本上写道 每天完成一件 接近梦想的事 其实梦想去冒险的种子 在年轻时 就已经升职心中 生平第一次参加围棋 两年的环球徒步 就行经22个国家 走了15000公里 我那个时候出发的时候 才26岁 碰到他们的时候 应该是27岁 那那个时候 怎么会这样子 退休了 把所有的东西都处理掉 然后变成现金 然后买一辆 买一辆这个旅行车 大家就去旅行 那我想这个可能在 潜移梦话里面 会有一个蛮深的印象 受到两位退休女士的启发 让她在横跨美国东西岸时 更有勇气跟信心 就是因为东西岸一走到要5000公里 5000公里 那走到新墨西根之后呢 大概是走了一半 那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 这个完成 因为美国基本上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了 那这张呢 它其实不是雪景 它是白沙漠 这个天然奇景与众不同 那我们经过几个沙漠 沙拉沙漠 这个非洲的是黄色的沙 然后阿拉伯的沙漠 沙是有一点点粉红色的沙 那这个沙很特别 是白色的沙 当年回忆非常珍贵 这堂圣读万卷书的万里长征 在返国后 是海鹏历经12年上班族的存浅 但终究压抑不住奔腾澎湃的冒险细胞 他才辞掉工作 创办探险学会 筹划大型的冒险运动 首部曲是招募一支寻找成吉思汉远征队 让六名入选精英 寻着蒙古大海征服欧亚的路径 用双脚横越十一国直达欧洲 结果任务圆满达成 虽然薛海鹏没有跟着远征 但是蒙古新疆跟中亚 他早已熟悉 办公室里有很多纪念品 而目前要继续推广远征二部曲 超组正和八下西洋的探险队 又至今只完成环岛跟直航两岸而已 这是基隆港开来的无动力船 为了第一次开到大陆的港口 船上还挂上了五星期 这趟开启两岸先例的探险直航 还一度让薛海鹏返过后受到司法人员的关切 只是让他印象最深的 却是最高时处只有十公里左右 几乎只靠风力 杨帆前进的正和一号 抵达江苏前的插曲 现在想起来一切都很美好 不过采访这一天不巧的是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马达主机出了状况 船只无法出海 让薛海鹏口中的女朋友动弹不得 不过动力问题还算是小 正和一号在2007年首航之后 虽然历经环岛跟两岸之航 不过如今却找不起共襄盛取 一起下西洋的足够船员 不过近年来薛海鹏经常在两岸奔波 到处演讲 他以国父的话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奴隶来自我期许 我还是很希望 他有机会找到合适的人 然后开始运作 我们去寻求企业赞助跟社会支持 然后我们还是希望 沿着整个向上路线去走一遍 大概那个规划出来 有33900海里 经过现在的20几个国家 40几个港口 最远到非洲东岸 东非洲那三个国家就对了 那来回大概两年 一定超过两年 等到三年 这样 那这是我们没有放弃的 冒险家薛海峰说 唤醒东方探险精神 鼓励年轻人 勇敢尝试 积极进取 就是他的目标了 他继续勇往直前 追求人生的梦想 无论是他的例子 或是我们刚之前面看到的 之前那个自闭着孩子的父母 他为了爱 可能放弃原先的梦想 其实这都是 人生价值的选择 也是人生可贵的精神 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带您看 也很可贵 也是用心的小便